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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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以后我也就不管你了 这种病在生活当中会给你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比如我在平地行走 突然之间不小心被小石头绊了一下 你可能别人摔倒只是疼而已 我可能就是立即骨折 而且是那种90度的大骨折 90度的完全断 对 完全断 有什么事情是在你们两之间是无法完成的 比如说上两个台阶 就上楼梯下楼梯 就这些事 你比它稍微严重 对 严重 它现在还能行走 就是我现在就是身体的壁形比较严重 就是表面上来说 日常的自理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身体还是非常的脆弱 两人在一起稍有不慎很有可能造成骨折 所以说妈妈的担心 我认为也是合情合理 因为我是担心的家庭 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 就是爸爸觉得我是残疾人爸 他接受不了 所以他就离婚了 因为我妈那时候也才二十来岁嘛 他就把我一个人就带走了从那个家 他什么都没有带 他说我只要女儿 其他的都无所谓 那个时候其实也就是刚刚发病期 就等于说是一年骨折一次 每次骨折了就特别特别钻心的头 然后妈妈就背着我到处求医 然后医生给出最终答案 就说这孩子肯定是活不大的 你最好赶紧扔了吧 然后我妈就说 不管他能活得大 这也是我的女儿呀 她反而去带我去了动物园 去了游乐场 去了很多好玩的地方 也去吃了很多好吃的 她就告诉我 你活着每一天都要活得精彩 你母亲肯定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 独自把你带大 我从母亲身上学到了 坚强乐观勇敢 她们看上去好像非常的脆弱 但是其实她们比很多人都坚强 她们有很多的感受是我们感受不到的 但是母亲所考虑的也是现实的问题 因为母亲潘心如虎把她带大 非常希望她能够有个更好的更安全的港湾 怎么办呢 我希望她们在一起 如果我是她的爸爸妈妈 我会把她们搂在身边 好好的呵护 用我的一生去照顾她们 而不是真的去放弃她们 可如果我真是女孩的妈妈 我想我会舍不得 因为我希望女儿能够找一个 比她更强大的人来呵护她 但是她们的爱情又那么美好 所以我现在是在极度的纠结之中 然后有一次嘛 就是她在洗澡 我就听到她叫了一声 我就赶紧跑过去 就看到她摔澡了 她说的第一句话 对不起 我不能陪你在北京了 然后那一刻我就特别特别的感动 因为我觉得人在最危难的时候 说什么 就发自内心的 没有任何的掩饰 就她那个时候 她怕的不是 我哪摔骨折了 可能我全身都摔坏了 这个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骨折了 我不能跟你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让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让她从那一刻起 我就觉得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要在一起 自个儿还不知道哪骨折了 突然说一句 对不起 我不能再跟你在一起了 这是韩国偶像剧里面都编不出的台词 这话说的太让人心动了 就让我们从这句话当中感觉到 你生命最大的意义 不是自己是否完整 生命最大的意义 是和它永远在一起 对 你们俩真有这么相爱吗 我们有的 热恋期会拥抱啊 亲吻会吗 抱一个呗 抱一个吗 抱就算了 亲一个 我虽然是开玩笑 但是我其实是了解你们的生活 亲过没有 感受怎么样 这个字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啊 反正挺美好的 你看着他抓头的那个样子 就感受到他依然在回味那种感觉 他们俩虽然有忠真的爱情 但是你要他们俩每天柴米油 沿着在一起生活 是有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 好见得母亲所担忧的 也是正常 虽然我看完他们 其实是很感动 但是我另外一方面 我就很能体会 就是女孩的妈妈 为什么反对他们 因为其实在 女孩和男孩两人之间的话 男孩好像是一个 更加需要被保护的对象 其实作为一个妈妈 我就希望你能够找到 更好的归属 所以的话 我很能体谅 就是妈妈那份 不支持你们的心 虽然很残忍 但是的话 我觉得妈妈也不错 我会变得比她强大 保护她 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还是要去 开启告白之门 无论你妈妈到不到了 好不好 由你去做代表 开启告白之门 好不好 你不用坐 你坐这 好见 如果你妈妈今天 今天不来怎么办 我还是会选择妈妈 因为我不能伤害她 她对我真的是太重要了 好 小波 听这话 你做何感受 这个问题太残酷了 我必须得问 我只想希望她 幸福 我 我不会放弃的 第二个问题 妈妈来了 却不答应你们两个在一起 她是允许你们两个做朋友 却不能长相厮守 不能做夫妻 怎么办 我会跟妈妈争取 向她说明 我和小波在一起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我们在一起也能够照顾彼此 如果妈妈依然是非常的反对 那我会尊重她的意见 会听从妈妈 我知道 好见妈妈的当心 我相信 给我时间 我能把当心 变成放心 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妻的妈妈没有选择来到现场 但是她却在第二现场痛哭流涕 也许她们在生活中面临的问题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因为女儿的病症 丈夫和好娜离了婚 离婚之后 好娜带着好妻赐出打工 虽然自己一日三餐白开水就馒头 但是好娜从没有放弃 让女儿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自从女儿好欠认识交播后 两个死娃娃在一起虽然很幸福 但是生活的困难和现实也是显而易见的 有一次萧波在起走时 不小心摔倒 柔弱的好妻只能与雨肌图在地上 裹住萧波 拖到房间里 拖到床上 陷入两难境地的好娜 不忍心拆散女儿和萧波 又担心女儿以后没有人照顾 那么她最终会做何选择 好妻和萧波能最终说服母亲 接手她们的爱情吗 好妻的妈妈就在我们的第二现场 但是她情绪非常激动 我们现在尝试着跟她的母亲进行一个对话 萧波 你一定要想好 你要说些什么 这将决定 她到底会不会来到告白之门 我告诉你 这个时候你尤其要收起眼泪 你不要觉得以这样的方式去打动她 而是要用坚强的信念告诉她 你是可以的 来 我们转过来 小鑫妈妈你好 杜老师你好你好 你是看到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 我跟她俩在一起 我难过 我知道你看见她们俩在一起 反对她们多多少少也是有些不忍的 但是你反对她们在一起的具体理由是哪些呢 她们最急迫的你说吃饭都是问题 好歉更也更不着 消磨了更不用说了 好歉在家洗澡都有我跟她帮忙 那我问一下你 你喜欢萧波这个小伙子吗 消磨的人我觉得还行 可是他自己都没法照顾 怎么照顾好歉 那我们这样问一下 你肯定帮好歉打算过她的将来 你想要让她嫁给什么样的人 跟真实而言 自己帮互相有个照顾 他们现在这种情况 互相都谁也照顾不了谁 但是身体条件比她要好的人 跟她在一起生活 又怎么能够感受好歉本身的生活困难呢 我也很纠结 因为每个母亲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更好的生活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几点是 第一 好歉 她的人生当中已经有了残缺 所以她必须要有爱情 而且这个爱情已经来到了 第二 她找的这个人 一定要是真正爱她的 而不是因为自己手脚健全 甚至在她面前有某种优越感跟她在一起 那她是不幸福的 我觉得郝切也喜欢萧波 萧波队伍郝切也不错 可是台里自己都没法照顾 怎么照顾好歉 总而言之 你认为这个世界上只有你 才可以无微不至地关照她 任何人在生活当中照顾好歉 都会打折扣 我心里也是做小的 但以后的日子呢 你总有一天不会再好歉身边的 那谁来照顾她呢 要不我说我该在她一切可以帮助她 各方面脚不在我了 我就是家里走了 我也走得放心一点 要不现在你说他们这种情况 我就没办法放心 阿姨 你放心 要不我把你打成为我死 你担心的问题 我也有考虑的 虽然我现在 或许没法达到你的标准 但是 我一个也不会放弃 你要站起来吗 阿姨 阿姨 我知道有天会站起来 前面好像走的 你要相信我 过几天我要 我就去厅前做手术 医生说 做 不要恢复的好 以后是有机会大起来的 我们也能像正常人一样 骨头很硬 那样就不会 容易骨折了 虽然我现在经济条件不好 但是 我会努力赚钱的 我一定会把足你的心愿 让你来照顾好钱的 我们一起生活 不会让你离她这么远的 你先坐下来 大姐 我承认你担心的问题 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但是也有很多绕不开的问题 比如说好线 他是爱萧波的 他是愿意跟他在一起 他等等等等 这都是现实的问题 但是现实的问题 想办法解决 总是有可能 所以说综合这些 所有的问题和情况 你考虑一下 平复好情绪 再想一想 愿不愿意接受 他们俩的告白 好吗 人生很多是不可预测 但是要把每一天都播放 你还不如他 他都没哭 可能面对的事情太多吧 所以 我一般就是心里再难受 就眼泪可能到眼边了 都哭不出来的那种人 都可以咽回去 如果他要带他走 我做什么时候 我自己去找他 那我们再开启一次 告白之门了 再给自己一次机会 再给妈妈一次机会 我想在此之前 对妈妈说几句话 我虽然很爱萧波 但是真要在两者之间 做出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妈妈 因为我不能够对不起他 他真的是为我 付出了他的这一辈子 可能女儿也有 不懂事的时候 会忤逆您 但是在我心里 我最大的愿望 梦想就是 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 能够让你幸福快乐 所以妈妈我 阿姨 我真的很想跪下求你 请不要 请不要我把我很好地分开 因为这样 他会受到伤害 他会不开心 你也不开心 我也不开心 我的家人也会不开心 我希望 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 大家开开心 你的一起生活 一起过好每一天 希望妈妈能给我们 这样的一个机会 来吧 好歉 再开启一次告白之门吧 慢一点啊 让我们一起 再倒数五个数 来期盼一下 好歉的妈妈 是否会来到现场 五 四 三 二 一 金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二 二 一 二 一 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我会一辈子对你们两个好的 所有爱我的人好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你们刚才三个人在那哭 我拿着一包三斤吃 我都没敢打扰你 因为你们太幸福太和谐 所以说想开一点 真的没有那么优质 你说呢 相不我觉得人眼不错 我也挺喜欢的 可是现实你说 他人自己都没法照顾 我都担心就交给他 那我不也说了吗 你要是找一个能够照顾他的 相信我 你说漏那么遥语 我也不可能顾他们那边去 他们也顾不来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 到底住哪边的问题 这完全可以解决吗 我可以去他那边 你还真愿做上面女婿 你看 我们那边条件不好 我云南那边都在山上住 我也没房 我不怕苦 有什么真心话 在这个舞台上 勇敢地说出来 接下来是 萧波和郝茜的告白时间 阿姨 这是这样您我们的 那个古密度的报告 这是我的 你看郝茜的 先看郝茜的 他的盖的那个 含念已经 在正常人的范围之内了 还有我的 我通过药物之后 那股密度也慢慢在涨 我相信过不了几年 我的骨头就不会那么脆了 所以起码不会出现 上次那种意外 过两天我就去 母亲 动手术 医生给我动完手术之后 等恢复了 我会努力锻炼 相信我会赚财的 我还是先要谢谢妈妈 因为你给了我很多很多次生命 我记忆里最深刻的就是 那一年的骨折 就是在床上躺了 躺了四个月 然后医生就说你 这辈子就站不起来了 因为放弃行走了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并没有放弃我 你扶着我锻炼 扶着我走路 我不愿意 我闹小脾气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 没有哄着我 没有宠着我 反而是给了我一耳光 正是那一耳光 让我重新的又站了起来 所以你在我心里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爱你 我希望我的爱情 你是同意的 既然我们两个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 那么我相信我和肖波也可以创造另一个奇迹 请你给我们这样的一次机会 让我们携手走向未来 走向更美好的明天 我现在同意你们来我 但是你们先不要接我 我先打着肖波的身体 可以站起来走 那位是我妈妈 你母亲 你母亲在那 来大姐来吧 你爸爸也来了 我知道 你爸爸也来了 你爸也来了 你怎么不早说 把你爸也请上来 他们两个陪我去今天做手术 陪着你明天去做手术是吧 做小腿的脚型手术 亲家见面了 还不打个照顾呀 妈妈说两句 谢谢大家 今天我的普通话不算假 今天我感到很高兴 能让小鸵 感动小鸵的妈妈 所以我儿子跟他女孩 得不真能的爱 感谢所有的一个人 所有的人支持他们 我发自尊心里感谢大家 我会用我的一生 来保护他们两个 让他们天天都快乐 幸福 像正常人一样 做他们一根腰子 自责 谢谢大家 在这儿呢 我们还请到了两位神秘嘉宾 来我们请出两位神秘嘉宾 到我们的现场 来 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北京所要 罕见病关系中心的 项目主管 我叫周爽 对于成面病友这个方面 我们可以提供一些 在医疗药物治疗方面的支持 如果要是符合条件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上限是 一万五千块钱的 药物治疗方面的支持 我也非常鼓励两位 可以来告诉我们 你们的梦想是什么 我们也很愿意帮助各位 我办公室现在就在 刘家瑶地铁专案附近 也非常欢迎二位过来做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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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叫志明 是一名大三的学生 我是等了一个姑娘六年 也是为她而来的 你们是同时看上这个女孩的吗 差不多 同年 高一 这女孩叫什么名字 小金 你们俩长得这么不一样 没想到口味这么相同 这女孩真的很优秀 你们俩本来就是好哥们 对 那么是谁先喜欢的 真说不清 因为我之前跟他说过 我说我喜欢小金了 我觉得他应该作为好兄弟会祝福我吧 你不用帮我什么 祝福就够了 但是他呀 他偷偷地给小金送东西 还接小金送下去 这很阴 不是 妈我抢脚 不是 这很阴 我没有说说这套 鱼对是挺好的 打架也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说 致命 小雨 从小玩到大 关系一直很铁 自从喜欢上小金后 两人关系越来越僵 甚至还为此大打出手 今天 两人同时来到现场 向小金告白 他们二人 谁能赢得小金的芳心呢 你们每个人自我阐述一下 他在你心目中的位置 在我心目中的位置 除了家里人 然后特别重要的人 他就排第二位了吧 当我看他第一眼的时候 像吗 像吗 漂亮 漂亮 性格很好 很好 就是说都很吸引我 一直 一直我就爱上他了 就那么简单地喜欢 就因为这样 他成了我 这六年中的 不在我身边的一个女主角 你们这六年都没有 喜欢过别的女生吧 一个都没有 都不带正眼瞧的 正眼瞧的肯定有 但喜欢都没有 那不是一个概念 好吧 那我问一下 小金喜欢你们俩吗 喜欢吧 给我的感觉 我们俩可能会是永远的哥哥 他俩没答应过 我们俩中的任何一个人 你们俩是一起表白的 不是 我先表白的 他把我抢找 谁把你抢找 他小金是有男朋友吗 有男朋友 当他跟你们俩说 有男朋友之后 你们俩没有联合起来 把那男的给挤得掉吗 没有 因为当时我俩身都不齐 对 见过那男生吗 牛亮 感觉长得没有这个 觉得适合小金 我觉得除了我以外 没有任何的男孩适合他 谢谢 客观的一点说 那个男生从外表上来 跟你们比 是你们长得好 还是那男生分数高 说实话吗 说实话 客观点吧 他高 但是我没放弃 我也在等他 他帅吗 帅 有我帅吗 表师的身材 男人之间比的不是长相 比的不是身高 比的不是瘦禄 比的是男人的责任 才比得出男人的雄心 对 是 如果要在他们两个当中选择的话 我还是觉得小雨比较是我的菜 我挺喜欢那种不善言辞 然后不善表演 但是内心当中 汹涌澎湃的那种类型 就两个字闷糟呗 我觉得女孩子 如果喜欢一个男孩的话 她如果想选择 早就选择了 既然她六年没有选择你 剩下最后也不会选择 我觉得是女孩一般都会这么想的 有道理 她现在是不是单身 晚上是 什么时候分的手 一个月前吗 你们俩破坏的 没有 不是啊 为什么 我等了六年 我怎么要破坏的话 早就破坏了 知道我来写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消息跟我说 说咱们三个人了 这么长时间了 多纠结 应该找个地方 说开了吧 找个答案吧 然后再等了 我就说我等不下去了 我着急了 既然你们俩 对小静都有爱慕之险 如果她一个都不选 或者只选其中一个 你们自认为可以跟她保持友谊吗 可以啊 当然 还行吧 而没有任何非分之险 没有 如果她 就是不选择你们俩 你们终生不娶吗 我尽量吧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真的很难做 我感觉你更爱意的 我是这样感觉 谢谢 好人都让你当我 祝你们俩好运 接下来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 你干啥呀 还没说完呢 你弄人呢 你们俩谁去啊 我去吧 你们俩自己解决一下 看看谁去 你们是剪刀石头布呢 还是比拆问题呢 在这儿说 在这儿说 这还行吗 要不你让她吧 好吧 要不你也站旁边吧 让她按吧 好吧 按就让她爽一下 让她按 你站旁边就可以 站旁边让我爽一下 这一下可爽了 我跟你说 都让你爽 对 要不你站这儿吧 你就站这儿就可以了 来编导 把那个按键搬过来 我赔价 好 在接下来开启告白之门之前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每个人依次回答 你们觉得小静会来吗 以我对她的了解会来 会 一定会 如果 小静来了之后 认为依然只能跟你们保持友谊 却不可能有男女之情 怎么办 这也算一个答案 我尊重她 如果她选了你们其中 任何一个 另外的那一个 会怎么保持 与这一对男女之间的关系 祝福她们 跟以前一样 因为来的时候 来之前我们已经商量好了 不管她选了我们两个之间谁 祝福 也是祝福是吧 对 她不愿意伤害你们的友谊 她不来 她不愿意让你们的友谊 为了她而损失 她不来 也算对我的答案 没关系 为了不让她担心 你们俩热切地拥抱一个 说好 即便她选了任何一个 咱们还是好朋友 可以吗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金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三 二 一 你们敢回头看吗 你们敢吗 真的吗 真的 你们听到声音了 听到了 听到了吗 开门的声音 开门的声音 人没来 有什么用啊 我先去拽牙 我擦开了 我看看这女孩子 长得很可爱 官方标派 小静 对 说实话 这两小伙子怎么样 都特别好 但是四伙特点不一样 小智 就是纯开心果 就是自己特难受的时候 和她在一起 完全没有不孝的时候 然后小雨就是心特戏 那他们两个谁分数高一点 那我就不说了 没事 你告诉我就可以 其实都特别好 真的 有这么两个男生 六年以来这么对你 你做何感受啊 因为我们认识的时间太长了 十多年了 就是 有记忆开始就有他们 然后我说我有男朋友 这件事就没再提过 就是刚刚我才知道 到现在还喜欢我 你们俩 当她在向你们诉 说自己跟前男友 闹矛盾的时候 你们俩在安慰她的时候 内心作何感想 小智先回答 我这样让她开心 快乐 她难受了 不管是我难不难受 首先一点 她得比我开心 她得比我快乐 她得比我幸福 不管跟谁在一起 她得比我幸福 这是一定的 小雨呢 我永远在你身后 想哭的时候就回来 你们俩先帮她 把眼泪擦干了吧 还要轮到我动手吗 她那只眼 这事儿有点难办 我们说爱情是友谊的终结者 友谊是爱情的前奏 友谊能够转变成爱情 爱情是绝对不可能转变成友谊的 其实我不太相信 当小晋选择了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个 另外一个还可以和她做 纯洁的男女朋友的友谊 我觉得今天 其实你们的关系 已经很明朗了 在我看来 你们最好的关系 就是现在这种好朋友的关系 表白成不成功 已经无所谓 就相信你们的心 和小时候一样 一直延续下去就够了 我有一个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从这个女孩上来过以后 我觉得小晋 她的种种表情 我一直一直在观察她 她的表情特别特别的真实 就是当这个女孩说到她开心 或者以前不开心的事 她的那种难过 她的那种伤心 和旁边有一个人 在跟她抢这个女孩的时候 她的那种酸楚 是我从旁边那男孩 小雨她的脸上没有看到的 她真的很真实 我希望 你想帮她拉票是吗 对 我希望如果 如果这女孩能同意的话 我希望同意的这个人 是小晋 谢谢 说句实在话 跟她们俩相处的过程当中 难道就没有一丁点的男女喜欢之行吗 其实也有 但是可能也是自己一直在逃避吧 这就好办 是跟谁呀 是G打头的 还是Y打头的呀 看自己想干什么 如果特想玩的话 我肯定会找她 然后她呢 特难受的时候 或者特想找人说话的时候 我肯定找她 哦 她是玩伴 那是心灵鸡汤是吧 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 和我的爸爸妈妈就特别特别好 我还是试交 就反正更复杂了 挺好的 然后就真的没往这方面想过 就是玩得特别特别好 特别聊得来 在一起 十五年了吧 如果 小晋一个也不选 那我就希望这种关系以后 不要再发生变化 就一直这么下去 不 我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可以的话 你还是考虑一下小雨 我觉得像她这种 不善言辞的人 她是一个语言上的矮子 但是很可能是一个 行动上的巨人 我想她会在今后的日子里 给你一个最好的保护 这样的男人 真的很难得 不 不 是难得 这两个男人都难得 但是这两个男人 都适合做你的朋友 因为你之前 从来没有选择过他们 但是你并不是 不知道他们喜欢你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俩就没有成为 你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认为 你们三个这样的友情 应该天荒地老 继续下去 说我觉得 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两个男生 如果关系很好的话 最好还是像一首诗中所说的 天涯何处无荒草 要找别在身边找 本来资源就不多 这是你写的吧 影响兄弟更不好 如果小婧 没有选你们当中的任何一个 如果她将来又有了男朋友 我希望 你们之间不要走得太近 不要像刚才那样 手挽手擦眼泪 因为那对她的男朋友来说 是不尊重 因为扪心自问 你们任何一个人成为了她男朋友 你都不希望她和另外一个男性 走得太近 每个人要做好自己角色的本分 朋友只是在精神上互相安慰 却不可有太多的亲情 男朋友就是男朋友 这是没有办法的 一定要做清楚 好不好 接下来是小智和小雨的告白事件 小静 想到过吗 我们会在这 三个人 或是只有你我 我向你表白 不是第一次 但可能是最后一次了 我还记忆你当时 对我说的话 我觉得好多 我今天不管我在这 我说多少的话 我先这样告诉你 如果 我那么那么幸运 真的跟你在一起了 你就我的日子里面 一定会过得逼我幸福 一定会过得逼我幸福 你可以先试试 试试先跟我再一起 如果你真的不喜欢我 你再离开我 没关系 六年 都等了 这算什么 小智 我爱你 我知道你不爱吃肥肉 你喜欢黑白穿衣服 平时出门总是爱丢它拉似的 以后要改 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跟他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位置 也不管你今天选谁 但不会影响我们俩的关系 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 这么多年 我真的一直在想你 我没有变 我一直在想你 你在哪里 我一直在吴 我一直在想你 你十分之处 你一直在想你 都有 你认识 不再回来 我总是 我只能把你 我一直在想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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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到的就是你们 我没想过 我真没想过选择 特别特别感谢 这么长时间 你们对我的付出 真的 我真的被感动了 也希望你们两个 早日找到 属于你们两个的女孩 这位谢谢 还是好朋友 比以前还要好 我觉得我会更珍惜 这十多年走下来的感情 一点一地都在心里 我不会忘 你们也不会忘 好吧 你晚着他们俩吧 来 你中间 他们俩 两户位在两边 但我告诉你啊 如果你以后找了男朋友 不能这么晚了啊 只是现在 可以这样 送你们一句话 不能祝福我 爱情的朋友 我不交 在爱情和友谊之间 模糊不清的爱人 我不爱 听明白了没有 重复一下 我的意思就是指 不能祝福我爱情的朋友 那不是朋友 在爱情和友情之间 模糊不清的爱人 那不是爱人 我们会 晚够了吧 你可以先走了 谢谢嘉宾 可以 可以 离别的痛苦总是难受的 更何况他们还没有失恋 而且他们还不是一个人失恋 所以你们也是幸福的 来 哥们手牵着手吧 请回 太心疼你 太选择不放弃 也不灭香 精润珍珠提醒您 稍后继续收看 完美告白 好酷 同时爱上一个女孩子的友谊 很珍贵 同时失去一个女孩的友谊 更珍贵 他们俩一定会一辈子走到老 让我们祝福他们 爱就要大声说出来 欢迎收看由珍珠美白 养护专家 金润珍珠独家冠名播出的 辽宁卫视 完美告白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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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